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陈凯霆 比利时亚斯特市皮克宁国际艺术节迈入第45届 过去是当地农民欢庆丰收的活动 近年来则邀请了许多国际知名的舞团表演 今年台湾艺姿舞级第二度受邀参加艺术节 表演结合了八家将镇头以及古代宫廷舞蹈等元素 深具台湾传统特色 第45届皮克宁国际艺术节 25号在比利时亚斯特市揭开序幕 市长迪克斯指出 这个节庆是比利时主要的艺术节活动 过去是农民为了欢庆丰收而举办 近年来也扩大邀集各国舞团共襄盛举 台湾舞团就是其中之一 盼借此招揽观光拓展旅游商机 这次受邀登台的台湾艺姿舞级 其实已是第二次参加 舞团团长郭林娟表示 这次带来的舞座主要是以台湾传统民间镇头为主 另外也带来古代宫廷舞蹈 细腻的编排搭配色彩抢眼的服饰 果然一登台就吸引全场目光 有带来很特别的像八家将 然后台湾的一些传统镇头的一个舞蹈的 舞蹈化的一个表演形式 对他们而言是他们所想象中的 中国或者是以前的华族的古代人民 或者说我们台湾人的热情 他们都在舞蹈里面可以体会得到 一字舞集约三十分钟的表演 凸显宝岛特色的舞座 赢得观众长达数分钟的掌声好评 其他各国舞团也不遑多让 竭力带来展现民族特色的传异节目 让这场国际艺术盛宴增添更多华丽亮点 主要设计者江金燕雅斯特时报道 台湾伊斯兰教徒十多万人 其中有五分之一居住在新北市 趁着开斋节期间 新北市政府举办伊斯兰文化节 展示卖家的膜拜圣物 手抄可兰金等文物 活动单位把印度建筑物代表作 太极马哈林等场景 用3D地贴展示 还提供伊斯兰服饰 让民众试穿体验 不同的衣服啊 不同的文化啊 不同的宗教的习惯啊 那来这边感受一下 他们都把身体遮起来 跟我一般穿短袖穿背心是不一样 你穿低的这样子的场地 这样拍起来 更有感觉 就好像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啊 还蛮好玩 还蛮好玩的 对啊 适合全家大小的活动 活动也摆设伊斯兰小吃摊位 让民众尝一尝道地美食 因为在摘戒月为了弥补过失 和关注穷人 穆斯林只能在太阳下山后进食 一道摘戒结束 开摘后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会准备料理 邀请朋友欢聚庆祝 近期台湾灾害平传 伊斯兰文化节除了让民众熟悉一国文化 也藉由宗教力量祈求平安 为台湾祈福 中央社记者张志燕 吴依林西北市报导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记者 雅加达为泰国麦福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法国艺术大师马蒂斯的剪纸作品 在伦敦泰德现代美术馆展出 掀请参观热潮 马蒂斯经典的蓝色裸体系列画作 首度共同展出 带给参展民众无限想象 马蒂斯的作品风格简约 用色大胆 又被誉为是最有影响力的色彩大师 马蒂斯一生创作武术 在绘画雕塑素描等领域都有成就 晚年因为行动不便转向剪纸创作 他不画草稿直接以剪刀裁剪纸张 再拼贴出抽象图案的手法 在当时备受赞叹 也创下他艺术生涯的另一下高峰 这次在伦敦展出的130件创作 堪称是马蒂斯最完整的剪纸作品展 难得见到多项作品首度同时展出 许多民众把握参观机会 一睹大师杰作 中央社记者黄珍珍伦敦报导 中华民国桥委会委员长陈世奎 到南非参加非洲台商会议 正道拜会华桥公学 学生首拿台湾国旗挥舞 入国欢迎 还特别演唱台湾快智人虎的歌曲 让同行的世界台商总会会长夫妇相当感动 慷慨捐款赞助学校 陈世奎也提到 虽然南非台桥人数减少 但对桥民的关系依然不变 也呼吁年长台商要鼓励年轻人参与桥社活动 达到传承目的 随后陈世奎到台商塑胶厂参观 在南非奋斗26年的台商杨春文 突破逆境拼出一番成就 陈世奎也非常佩服他的精神和勇气 在这个很难得的在这个南非洲地方 成为一个塑胶业的非常大的企业 在我们整个台商奋斗的历程面 其实是非常令人敬重的 陈世奎这趟南非行30号反台前 也会陆续访问侨胞 了解台商状况 庄社记者徐梅玉 普罗托利亚报导 为在西印度的中钢印度公司电磁钢片厂 预计在两个月后试车产出 25号这一天 包括工程师 技术员等近百名台干 聚集厂区挥旱 尽全力把已达九成五的建厂 进度持续向前推进 如施工顺利 中钢预估年底就可以出货 约两万吨的产品 包括民进党立委管壁林游美女等多位 台英国会议员友好协会的成员 七月底也帅团搭长途车 来到中钢厂区给台干们加油打气 中钢评估电磁钢片未来将可以满足 包括印度工业用的大型马达 家电 汽车 发电设备等多样化的组装零件 伴随市场需求增加 前景相当看好 他们现在人均的使用量不到一百公斤 平均不到一百公斤 所以根据他们目前的这种国民生产的眼镜的话 应该我们预期十年内 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好的一个市场 中钢透露现阶段规划 在印度的长期投资为年产能逾一百万吨 但因为印度与南韩全面性经济伙伴协定生效 中钢的竞争者普向钢铁 自南韩进口同样原料仅刻百分之 一点八七五的关税 中钢自台湾进口却要高刻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七点五 竞争类足点先天不同 关税问题仍有待解决 庄社记者何鸿儒苦茶拉丽审报道 印度和巴基斯坦1947年同时脱离英国独立 但两国长期因为克什米尔领土问题交恶 引发三次印巴战争边界战火不断 直到今年印度新总理莫迪上任 多次向巴基斯坦释出善意 并在五月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进行双边会谈 外界认为两国的紧张情势渴望荣兵 8月15号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67周年 相关讯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婷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